宇宙根本定律是因果 学佛修心千万不能气馁 因为人是很会退转的 在人的本性当中 人心不能定 所以会退转的 然后在修行当中 心还没有坚固 虽然跟着师父学了几年了 还没有坚固 还会上上下下 反反复复的 一会儿想这样 一会儿想那样 就像有些人 在家里想不通 转几圈 想通了 又好一点了 好一点之后 又想不通了 又开始转了 实际上 这些就叫修行啊 就是跟自己在做斗争啊 你把自己战胜了 你就成功了 你战胜不了自己 你就失败了 如果你还在反反复复 你就是在无常当中 师父跟你们稍微讲深一点 无常 犹如一个人 在大气层当中 就是像一粒灰尘一样 你在空气当中 就像一粒灰尘一样 在这个大气层当中 气怎么走 你不就是跟着这么飘吗 现在 社会上的人都在自私 你也跟着自私 现在社会上的人 个个都是为自己 不为别人 你也是只为自己 不为别人 社会上的人都在贪臣吃 所有的官都在贪污 难道你也去贪污 那你一定也会被抓进牢房 所以 气往哪里 你就跟着大气在飘荡 完全不能自给自主 这就是 师父为什么经常说 众生无主啊 为什么很多西方教说 你得救了 主会来帮助你 众生有一句话叫 六身无主 就是没有人会来帮助你的 师父跟你们讲 就犹如太空当中 一个失去掌控的太空船 一旦失灵 它会在空中乱转 乱飘 众生也是这样 到了人间 离开了妈妈之后 就在这个人间乱转 乱飘 大家知道 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孩子不会脱离母亲 他有根期待连着母亲 等到一离开母亲 孩子就生病了 孩子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是不会生病的 离开母体之后 在前几个月当中还好 但是几个月之后 他慢慢的 把妈妈肚子里的营养 和对抗体的抵抗能力消化了 靠着自己 来维持自己在人间生命的时候 他已经接受不了 空气中 各种细菌 对一个新生儿的污染 所以 小孩子很快就生病了 你们做过母亲的都知道 刚生出来的孩子 还不会生病 慢慢的 孩子就开始生病了 因为没有全面的 来自于母亲身上的营养 没有抵抗细菌的能力了 师父跟你们说 人到了这个人间 我们离开了菩萨 我们没有抵抗力了 我们犹如 师舵的船啊 我们回不了头 所以很多人 在人间回不了天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一定会迷失方向 一个人要肉身干什么呢 因为肉身 是能够让你这个灵魂 暂时居住的地方 所以要保护好这个肉身 肉身可以吃饭 可以睡觉 可以做任何事情 只是你借用这个身体 在人间做事情 一旦肉身不见了 你的灵魂就出来了 听得懂吗 你就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了 所以叫孤魂野鬼 所以为了你这个灵魂 还能够在人间多修多德 你必须要爱护好你的身体 不能让这个身体 离开你的灵魂 也不能让这个灵魂 没有办法 在你这个身体里面居住 这就叫身心健康 所以 必须要管好你们的嘴巴 管好你们的身体啊 因为你们的灵魂 还要留在你们这个身体里面啊 如果你们的身体没有了 灵魂就出来了 灵魂是有分量的 知道吗 有人做过实验 在人死亡之前称体重 等到人的内口气没有了 死亡了 这个人就清了 一称量 魂魄就挤钱重 所以爱护身体 就是爱护你们自己的灵魂啊 不能让灵魂无家可归 但学佛人 真正要有的家 还是要回到天上去 我们现在在人间 如果没有暂时的躯窍 我们会在这个中阴神 在大气中飘来飘去 什么意思啊 就是一半阳 一半阴 师父问你们 人的身体 是不是一半阳 一半阴啊 白天是阳 晚上睡着了 是阴啊 白天是太阳 晚上是月亮 中阴深啊 要记住 人死了之后 灵魂在大气中 飘来飘去 飘的过程中 会碰到很不好的物质 会碰到灵性 看到奇怪的东西 会跟着跑的 很多替死鬼 就是这么找来的 然后碰到奇怪的东西 他还会害怕 自己的灵魂 还会逃跑 就像梦中一样的 看见坏人来了 逃啊逃 最后没有一个 医治的目标 就是没有一个地方 可以停下来 那你就永远是 孤魂野鬼 修心修到后来 为什么能够到天上去 能够到天界 因为天上 是你修上去的 你没有肉身了 你直接上去了 在中阴深出来了 也就是说 你没有修成佛法 你就死了 灵魂出窍 你就会 叫天天不灵 叫地地不应 大家听得懂吗 师父跟你们讲了 很多很精彩的事情 实际上 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件事情 是偶然发生的 所有的事情 都有它产生的原因 实际上 这个原因 就是宇宙中 最根本的定律 人的命运 也要遵循这个定律 这个定律 就叫因果定律 这个因果定律 是什么 很简单 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 一定有原因 认同因果定律的 不仅仅是佛教 基督教 印度教等 都是相信因果定律的 古希腊哲学家 苏格拉底 和大科学家 牛顿 都相信这个定律 他们认为 因果定律 是宇宙最根本的定律 也就是说 有因才有果 任何事情 当你看到果的时候 它一定有因在里面 人的思想 行为 和语言 都是因 你在造因 都会产生 相应的果 如果因是好的 那果必然是好的 如果因是坏的 那么果 一定也是坏的 人只要有思想 你就不断会 种因 你今天想出来的事情 无非就是两种 一种 是与人为善 另一种 就是害人 种善因 就会得善果 有时候种善因 为什么还会得恶果呢 因为 这还是由你的心出发 虽然我想做一件好事 但是最后 没有做成 有坏的结果出来了 那你就是 因为这个善因 种得不够圆满 所以 要修自己命运的人 必须要注意 和明白 自己的每一个想法 都会产生结果 每一个念头 就是起心动念 你们今天坐在下面 每一个念头 都要注意 起心动念 会引发什么样的 语言和行为 由这些语言和行为 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不能经常为自己 做出去的事情 跑来忏悔啊 今天为什么会做错啊 因为你的思维不对 你的行为就会错啊 如果你今天的行为错了 不就是因为 你的思维出差错了吗 这都是哲学啊 师父跟你们讲 因果定律 就是宇宙的根本定律 人的心念 就是思想 其实 是和现实 相互吸引和转换的 比方说 一个人如果认为 人生的道路 充满着陷阱 我出门 我怕撞车 怕出交通事故 交朋友 我怕上当 那么这个人 就处在一个 危机四伏的 现实生活当中 这是你自己造成的 我出门 怕撞车 我交朋友 怕上当 我跟人家讲话 我怕人家骂我 怕到后来 周围的环境 就给你造成了危机 危机感 就是这么来的 稍有不审 你真的会惹祸 因为你的脑子里 已经有这方面的 意念存在了 一个人 如果认为 这个世界上 很多人 是讲义气的 都是好人 我跟你肝胆相照 他就会拥有 正能量 一个人 如果见到 所有的人都害怕 他拥有的 就是负能量 所以正能量 能够让你得到 更多的好朋友 负能量 会让你碰到 更多的恶朋友 师父跟你们 讲得很精彩 你们要好好听啊 因为人 都是在选择性的 看世界 人只看得见 和留意 自己相信的事物 我相信这个事情 我认为 它是对的 你只能看到 这一个方面 你不会把事情 看全面的 对于你自己 不相信的事物 你是不会留意的 有时候 就算给你看了 你不相信 你就不会去 注意它 听得懂吗 你不会拥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